后梁皇帝朱温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,他出身贫寒,却在唐朝末年的乱世中崛起,不仅夺取了唐朝的皇位,还建立起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政权。 朱温纵横天下三十多年,虽然打过一些败仗,但同时取得了不少辉煌的胜利,可以说是含有敌手。 然而,到了朱温晚年,他却被初出茅庐的后辈,一战降伏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妙闻史,今天聊聊朱温纵横天下三十年,却被后辈一战降伏。 在唐末皇朝大起义中,诞生了两大军事集团,起义是皇朝的部下朱温。 投靠唐朝后,起兵绞杀皇朝,其二是河东地区沙陀族首领李克用,也帮助唐朝对付皇朝。 朱温的大本营在大梁,授封梁王,任宣武节度史,同领金河南,安徽的大部分地区,李克用授封为晋王,任河东节度史,同领金山西地区。 二人本是一同作战的盟友,结果在一次宴会上,李克用对朱温出言不逊,朱温一怒之下,就对李克用发动突袭。 李克用仅以身免,从此,这两个集团成为死敌,朱温进入长安和洛阳,控制唐亭,是杀唐朝宗,拥立唐末地,而李克用一家被唐朝宗刺姓李氏。 成为唐朝的拥护者,二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,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。 位于山西西南部的陆州,是朱温的地盘,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,李克用想要夺取该地,恰好这时他的死敌,幽州的流人公受到朱温的进攻,向他求救。 李克用同意了他的请求,派将领周德威和李四昭南下进攻陆州,坐镇陆州的是昭义节度史丁慧,他十分不满朱温士军,见晋军来功就投降了。 李克用命李四昭为昭义留后,镇守陆州,令其务必要死守此地。 李克用,自义上,本姓朱血,被唐朝皇帝赐姓李氏,杀陀俗徒。 朱温在苍州听说陆州丢失,就放弃了进攻幽州,赶回洛阳。 李克用准备进攻泽州,被梁军牵制。 907年,朱温篡位建立后梁,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攻陆州。 他派大将康怀珍率领八万大军,同魏博节度史东西两路加攻陆州,李四昭防守严密,梁军进攻被挫败,于是改为围困战术。 李克用派周德威等将领仕途解围,在陆州附近与梁军形成僵持状态,谁也吃不掉谁。 此时,后梁的势力和地盘差不多三倍于晋国。 晋国尽管有骁勇善战的沙陀骑兵,还是难以解陆州之危。 而朱温也亲自来到陆州前线督战。 而李克用一方面为唐朝覆灭而痛苦,另一方面为陆州战局而交心。 竟然一并不起,908年,尖债李克用托孤李克宁、张成业、李存章等辅佐长子李存旭继承晋王之位,随后便病逝了。 在陆州之战的关键时刻,威望卓著的晋国首脑突然去世,这对晋国来说实在是大逆风局面。 李存旭即位后,李克宁作为李克用的长子,想要篡夺晋王位置,随后投靠朱温。 阴谋被张成业发掘,帮助李存旭在一次宴会上拿下李克宁,解决了这场王室政治斗争。 而受此次政治斗争影响,周德威被迫从前线撤军,使得李四昭在陆州城面临更加凶险的局势。 李四昭也实在是条硬汉子,守城的时候脚上重剑,拔出来就继续作战。 守城军事剑手将这样勇猛,也士气大振,继续坚持守城。 双方几乎是打了个两败俱伤。 朱温开始是以为李克用死亡式谣言,随后见周德威撤军,知道李克用必然已死。 朱温认为手下大将刘之骏将陆州拿下来只是时间问题。 同时,自己需要奋兵防备西边李茂贞的齐国,于是自己回到了大梁。 李存旭召集中将商议,说道,上党是河东的屏障,如果上党丢失,河东也就没了。 而且,朱温老贼唯独害怕先王,见我年轻即位,必然会认为我见识浅薄,没有什么军事能力,肯定会生出骄傲懈怠之心。 这实在是难得的拯救局面的机会,如果我们出其不役,攻其不备,赶紧率军前去陆州解救,肯定能够成功,消灭梁国,定顶天下,再此一举。 众人都认为李存旭说得对,于是按照李存旭的安排下去准备。 李存旭曰李茂贞出兵在西部,牵制梁军,又送礼给契丹首领耶律阿宝基,让其帮助自己进攻梁国。 908年4月24日,李存旭亲自挂帅,带着周德威,丁惠等将领从晋阳出发,昼夜兼程,就是要赶在朱温反应过来之前抵达陆州,赶这个时间差,进军以骑兵居多。 所以在当月29日,就抵达了距离陆州城45里的家寨黄年安营下寨。 5月初一,李存旭率军来到附近的三锤钢筋。 890年,李克用亲帅大军打败梁军孟方丽质子孟谦,拿下刑,名此三周。 在回军路上于三锤钢,至九劳军,边古色边唱起百年歌,这是一首未尽时期流行的乐府诗歌。 其中有二十诗,夫提采则人李成,美目书冒着有荣,被俘关戴笠且清,光车骏马游都城,高潭雅步和盈盈,九江至奈乐和,清九江至奈乐和之词,歌词一直唱到一百岁。 当时李克用唱完,指着年仅五岁的李存旭说道, 我马上就要老了,这个孩子十分奇特,往后的二十年,他能够代替我领兵征战吗? 而唐昭宗也曾抚摸李存旭的辈,说道能够匡扶唐氏的。 必然是这个孩子,如今李存旭率军再次来到这个地方,不禁感叹道,这是先王当年白酒庆功的地方啊。 他决心要在此再续先王李克用的辉煌,让朱温知道自己的厉害。 5月初二早上,大雾蒙蒙,能见度很低,李存旭率进军,悄悄抵达梁军驻守的家寨, 队还在睡梦中的梁军发起突袭,梁军被惊醒,猝不及防,根本来不及,做有效的防御,顿时乱作一团, 进军城市奋兵两路,周德威率兵攻西北角,李四元率军攻东北角,填沟烧寨,泪鼓呐喊, 统军招逃使福道招,当场被斩杀。 将校死亡四十多人,士兵死伤超过万人。 家寨原本是梁军建设用来准备攻城的据点,被禁军一鼓而下, 大量堆积在里边的君子梁响和旗鼓器械都成了禁军的战力铁。 梁军总指挥刘之郡,紧率百余残兵逃往天井关,周德威抵达陆州城下, 向守军传达新晋王来此,求开城门的消息,已经杀红了眼的李四昭, 这时候见谁都想要,看到周德威到此。 想到之前周德威无故退兵,以为周德威投靠了后两, 这是准备来撞开城门的,一怒之下就准备射杀周德威。 身边人连忙劝阻道,既然周德威说进王来了, 为何不先见到晋王再做打算呢? 李四昭冷静下来,派人说自己要面见晋王, 于是李存旭亲自来到城下,李四昭见状,连忙下令开城迎接, 见到李存旭是身着搞宿前来的,明白李克用已死, 顿时悲痛万分,与周德威也兵士前嫌, 共同辅佐新晋王。 李四昭在梁军退兵后,将已经几乎被打成废土的陆周城好好修缮, 恢复生产,用心治理了一番后, 陆周成为了晋国南部的一座新重镇。 朱温在得知LA陆周之战失败的消息后, 后悔自己没有一直在前线督战,感叹道, 生子当如李亚子,李克用碎死游生, 我的几个儿子和他的儿子比起来, 简直就像猪狗一般, 朱温的这番感叹还真没有说错, 他的儿子们没有一个有能力稳住局面, 在三年后的百乡之战, 朱温再次领教到李亚子的本事, 悲叹道自己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, 可以说是被李存旭打得彻底躺平了。 从后来的表现来看, 李存旭的军事能力在那个时代就是很强的存在, 强过他老爹李克用许多, 别说朱温已老。 即便朱温年轻的时候, 打仗也很可能打不过李存旭的。 总之, 朱温和李存旭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两个人物, 更是历史上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。 朱温是一个有野心, 有决心的人, 但他却失败了。 李存旭则是一个年轻, 有理想, 有决心的人, 他能够看到时事的变化, 抓住机会, 最终成功了。 两位英雄的成败故事, 是历史上不可忘记的一部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